合併字幕就變得很簡單 首先你需要做什麼呢? 需要先把那個合併字幕的工具先下載 然後解壓縮 所以這部應該沒問題 20幾Mbps還好 不過好像有點塞車 那把它解壓縮之後 主要就是說你要看一下那個上面前面這個圖示 因為之前有同學沒有解壓縮直接打開不能執行 點兩下 它會變成好像可以是一個資料 但是它實際上還是一個 壓縮檔 你可以從這個前面有一個大圖示好了 這邊可以看到 如果是一個拉鍊 那表示它是一個壓縮檔 你一定要解壓縮才能使用 那解壓縮出來之後就在旁邊 這是資料夾 然後你把它打開 執行它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免安裝 所以不需要像之前的什麼 裝那個解碼器什麼下一步下一步不用 你直接點它點兩下 執行就OK了 它就把它跳出來 那應該 把它打開來 它會說什麼遇到一些 可以 它不是錯誤了 它說 它這個有官方網站 它會跳出來 然後另外也跟你講說 它現在有最新的版本 已經到18了 這麼快 問你要不要下載 其實說真的不用 因為 你管它多少版本 反正我們 需要做的功能很簡單 所以 不用下載 把它關閉好了 然後這邊把它關閉 它會跳出這一個 因為我發現反而是舊的版本 反而比較簡單 新的版本又多了好多功能 可是那些功能我根本用不到 那就算了吧 就是用這個版本就好了 而且你如果18下載好像是英文版 這個是中文版 OK 所以差別啦 但如果有興趣同學自己可以下載最新的版本來用用看 那它的功能非常簡單 我們只希望經過它 把 影片跟字幕合在一起 所以 請你先把這兩個檔怎麼樣 拖拉到 什麼輸入檔這個位置 有沒有 就是這個區域要放開 1就這樣 應該很簡單吧 反正 拖拉到這邊 OK 它會出現 所以呢 這邊會出現有一個是 影片吧 下面是應該是SRD 因為我們的檔名太長了 所以後面看不到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時候它會告訴你說你的軌道 那其實呢 那個影片的 結構 一定會有兩軌 一軌是你的什麼呢 影片 就是video 一個軌是audio 聲音 那這兩軌要能夠同步 所以你有些時候翻不同步那些影音不同步啦 這兩軌可能 那個有個前有個後 其實有時候用軟體 喬一下有時候就可以了 那另外這邊會多一軌 什麼軌 那個 字幕軌 所以字幕跟 聲音跟影像也要同步嘛 所以這邊當然會有同步 字幕裡面我剛剛講過 裡面的話 因為它本身有編號 也有它的 時間軸 所以呢 它如果跟什麼呢 跟它的這個 Audio 這個Audio 聲音跟 影像也會合併在一起 也就是把這三個軌道 分別合併在一起 所以你把它放進來之後 第二個的話 你要注意什麼 第二個就注意 因為我只是要 底下這兩軌都不用改 最重要是改這個SRT 那你會不會點它之後的話 看一下下面 這個預設是未定沒有 意思就是這個影片裡面沒有字幕 那我要怎麼樣的 把它字幕 選起來 告訴他說呢 那你幫我把SRT裡面 是 Chinese的 如果他是 Chinese的部分呢 幫我怎麼樣 把它找到 並且幫我跟 他們 合併在一起 那預設軌的部分的話 這邊應該是 你好像不改 改不改 都無所謂 關鍵好像是在 這個地方 去修改語言 好 改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請你瀏覽一下 意思說你要把這兩個合併之後放哪裡啦 OK 那黨名要不要改 那我這邊好把它瀏覽一下 因為不要把它放在一起 也許我把它放在我的 哪裡呢 低疊底下 低疊底下有一個 取一個名稱叫OK好了 反正就合併成功的 結果 那以後你不一定要取這個名稱 我只是 練習 那你會發現呢 他輸出之後 本來是MP4的副檔名 他會幫你改成MKV 那你想說如果我不要改MKV 我改 把它改成MP4 可不可以 其實應該也可以啦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把它開始合成 我試一下 這個好像從來沒改過 我試一下 然後呢 他這個時候呢 會幫你做什麼 檢查有沒有錯誤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呢 他會告訴你說 一切正常 完成了 而且花了兩秒鐘 幫你合成 好快 OK 那接下來呢 他會出現什麼 開啟資料夾 我就 點開 他會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把那個我的 低疊 開起來 找到 OK.MP4 這個檔 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我們來確認有沒有成功呢 OK在哪裡呢 在這裡 然後呢 他旁邊沒有字幕嘛 那如果沒有字幕呢 理論上之前是不會有字幕的 但是我們因為經過他了 所以他幫我把他合併了 然後打開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直接跳到有字幕的地方 有沒有 這個時候字幕都出現了 而且時間好像也OK 所以這樣的話就完蛋 當然喔 這邊還有一些 可以在 變動的地方 比如說 那個字幕 預設是長這樣子 但是有些時候 有些資訊同學問過說 那個字太小啊 還有那個字型啊 等等的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再去設定了 只是說這個可能這是比較個別的 至於要怎麼去設定呢 裡面應該有其他格式相關的屬性設定 什麼額外的選項 我想這個有興趣同學自己再玩玩看 裡面還有一些 可以在 在設定的地方 那基本上 如果你只是要基本功能 就是我剛剛講的 1把這兩個檔拖拉進來 2 SRT部分 改成Chinese 3 瀏覽一下 你要放哪裡 並且把名稱改一下 按開始合成 完成 應該沒有很複雜吧 OK 這軟體還蠻實用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他有最新版本已經到18了 我剛剛講過了18 當然你也可以玩玩看如果有比較有興趣同學的話你要追新版也OK 但是 新版可能功能更多 如果你的需求很簡單 那我建議你用舊的就好了 但如果你可能 你要字幕呢 又要 放大縮小 變顏色 變字形 變什麼位置 等等的 很多的需求 那我建議你可以去找一下 第18的版本 所以第18的版本裡面還有一些 字還可以有大有小 錯落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應該有啦 只是說 我們目前應該不需要那麼複雜的話 OK 可以先試試看 這部分